苏智谢被冀州倒霉景吸引,魁为七年点头出演《最新韩宗森林中的小屋》。 由韩国综艺轨财罗批地制作,韩流男神苏智谢与人气女演员朴喜会出演的《最新时镜》综艺节目《森林中的小屋》将于6分之4韩国首播,Friday Day映音于4月7日起,每周六同步跟播。 节目安排两人分别独居在没有水、电的冀州倒森林中,体验反扑归真,自己自足的原始生活。 平时以电影、电视剧拍摄为主的苏智谢,自2011年参加《无限挑战》节目担任单元嘉宾之后,魁为七年再度出演综艺节目,消息溢出急震撼海内外粉丝。 苏智谢日前接受韩媒访问时表示演员生活常需要把自己逃空,但也有需要被填满的时候,因此被节目慰藉心灵、疗愈自我的宗旨打动,加上喜欢济州倒的美景,决定点头接拍。 森林中的小屋节目一类纪录片方式呈现,企划概念是希望帮都市人一元摆脱繁忙生活的梦想,带领观众透过回到原始节奏生活,体验与大自然共存的真谛。 近日官方节目预告释出,苏智谢不但自己生活取暖,甚至还抓紧,靠番薯来填饱肚子,又酷又笑表情多变,引发网友热烈讨论,留言直呼男神呆萌魅力大爆发,连发呆吃橘子都像在拍电影海报。 苏智谢表示,自己很喜欢济州倒美景,所以录制时感到很享受,可以在大自然的小屋中舒适平静过生活。 自生活一向低调的他,不免让人好奇平时是如何疗愈自己身心。 他透露,除了运动之外,最爱以上超市买菜及看搞笑爱情片放松心情。 他说,我看片甚至会边笑边流泪,我是只要被某个东西吸也就会很容易投入的人,所以同一步常不自觉看很多次,哭很多次,荧幕上的酷帅男神,私下也有相当温柔感性的一面。